2016慈濟国际仁医论坛集结七国专家在菲律宾进行第二天的课程 经验交流 今天看的是菲律宾一所著名的绿色医院 大楼顶端架设大片太阳能板 号称绿色医院 菲律宾心脏医学中心 强调环保和慈濟理念相同 人医论坛第二天课程特地安排到这里参访 也借着简报了解各项省水省电设施 看看医疗机构如何主动出击 展现节能减碳旧地球的决心 花莲刺激医院中医部主任柯建新 为学员示范如何透过简疫的经络舒缓 解决身体病痛 亲自传授几个小诀窍 希望在将来的一诊当中发挥妙用 主要的项目还是以针灸推纳为主 因为在这边有时候在药物的取得上 有时候有它的困难 但是如果用针灸或推纳 因为它们有些人是地物的一个限制 而且立刻可以用 而且马上可以看到效果 还有重量轻巧搬运方便的 禁私多功能桌椅 广泛运用在全球震灾 也趁着论坛向各国仁仪展示 慈悲科技当作后盾 多管齐下 也结合有之一统的医护人员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 其心编织爱的医疗网 大约新闻菲律宾综合报导